现在谁在处理这个事情 海巡署在处理这个事情 请问一下大陆这边有没有说错 海巡署是不是从一开始到现在 至少已经换了四种说法 真的 就一直每天 隔几天就变一次 刚相信他一个版本 对啊 明天又变了又不一样 你想想看 我们先不要讲说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问题 光是这如果是一般的交通事故 你听到对方延续换四种说法 你会不会厉害 从有没有影像 有没有证据之调到现在 几种了 到现在 还在那边讲说雷达航击图有 影像也有 但我不给你 对 指挥中心跟传界的录音都有 但就是不要给你 因为侦查不公开 侦查不公开你的头 老实讲 侦查不公开是针对谁 针对检察官 书记官 司法警察 对这些人 因为他接触到案子 怕会对两兆双方权益有影响 所以不能公开 一般人我为什么不能公开 老实讲我自己是当事人 我不可以公开吗 而且实际上 他们有没有把案情公开 有啊 他们这几天讲的不是全部都是案情吗 他去立法院里头讲的 难道不是案情吗 难道他又在拿敌赛吗 所以这些人都胡说八道到极点 但现在问题来了 这件事情到底 民进党的态度是如何 在我看起来 他们是不想谈 因为很明显是不想谈 因为如果想谈 不会放任管闭林这样乱搞 因为管闭林很明显就在恶搞 撇清自己的责任 然后把所有东西上钢到 抗中保台 我们一定要坚持台湾的主权 可是问题是 就在大家在那边喊抗中保台 喊得很大声的时候 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在金门马祖的主权已经不见了 因为你现在连港口都出不去了 请问一下你的主权在哪里 你的治权在哪里 全部都没了 民党已经活生生把主权治权全丢了 然后现在还在跟你讲什么抗中保台 林卓水讲说什么他们国安 越模糊遇到瓶颈 不知道该怎么做 蔡英文你看 照理来讲发生的这种事情 一定要召开国安会议的 请问一下蔡英文召开了吗 蔡英文理都没理 逛书展到处去跟人家吃这个喝那个 蔡英文已经在摆烂了 不想管了 反正就丢给你管 别人去处理 管别人随便你处理 然后就搞得一团乱 那问题是这件事情 如果持续这样下去 美国现在派军舰来 我接下来要看 如果态势持续升高的话 美国人到时候会不会压着你民进党 去跟大陆重新开始谈判 这不是不可能会发生 民进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吗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刚刚讲这个讲法 民进党根本不想谈 不想处理 罗志强他也这样说 罗志强今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 他讲他在立法院观察 这些官员在立法院答选 不只是他自己询问的时候 其他的委员在问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很明显的 是故意要没事找事 小事变大事 那到底这样小事变大事的结果 对谁有好处 国安决定 那国安到谁 理论上是蔡英文啊 那蔡英文如果现在不想管 他只想赶快放假 赶快交接出去 只要论文没事就好了 那是谁想要这样 是蔡清德吗 让他520当选的时候 可以当个白脸 还是对于民进党 接下来这段时间 没有什么选战啊 在立法院攻防 有个抗中的话题吗 不然到底对谁有好处 如果最坏最坏像 刚刚从大陆回来访问的学者讲的 最坏最坏动武他都不意外 因为他认为比当年台海危机还严重 或者像刚刚邱委员讲的 有严重的话把小金门 都直接给没收掉了的话 难道对谁有好处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啊 其实你看林作水这篇文章 他讲了这么多 小英政府时代 遇到所谓的国安危机啊 我必须说 蔡英文任内的国安团队 非常非常好做 怎么讲 两岸只要遇到摩擦 遇到争议的时候 第一时间 先抱紧美国人大腿 只要美国支持我 只要美国支持民进党 就没事 再来就是所有事情 都一面说就是老共的挑衅 就是老共的要这个侵略台湾 然后要这个怎么文攻武和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他国安团队 其实没有任何思考 国安团队是什么东西 保障我们中华民国的安全 然后遇到国际争端事件 外交部会 如果会解决不了的时候 国安团队要去沙盘推演 了解彼此利益得失 好好去台湾 得出一个公平的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结果 但以这一次 这两岸这个金门这个传的事情 你会发现 刚很多人都说蔡英文最后都不管 我反倒是觉得 当然管毕林主委管妈他的这个整个做法 看起来完全没有要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之外 蔡英文大家不要忘记 他现在已经最后几个月了 那最后几个月他过去这八年 他创造形象都是一直说 我抗中保台 我尊重这个严守台湾的主权尊严这样子 然后抵御外辱 抵御这个中共 到最后几个月 他在把这事件 他不要说话 坚持他的立场 我就是一个台湾之母 台湾主权之母这样子 下面的人这样去做 真正两岸危机到顶点的时候 烂摊子或烫手塞去是谁界 不会是蔡英文 大概就是新任的赖清德 赖清德本来不是我当 反正不是我蔡英文当总统 有什么关系 再把这烫手塞严 放到赖清德手上 现在你看一下两岸像我们这个 什么谈判的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自己海委会跟海巡署 说法一变再变之外 另外就是 两岸现在正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我们完全没有给对方台阶下 我必须说好 不管是到底是不是三无传之 或他越界怎么样 好这样民进党政府说 他是三无传之 他是越界 他违法在先 我也接受这是个事实 但问题是你的执法过程不当 让对方两条人命丧失 那民进党政府跟 支持民进党的人现在态度是什么 反正不是台湾人 对岸的人 把人的孩子死不掉啦 他们怎么样跟我没关系啊 更严重的是他们讲敌人 对啊敌人啊 民党的立委可以讲 直接定义敌人嘛 直接定义敌人嘛 因为有敌议官直接定义敌人嘛 那你就这样子 所以两条人命 在这么注重人权的民进党政府里面 讲这么多高道德的民进党政府里面 这两个人的人命跟人权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不要是中华民国不要是台湾人都跟我没关系啊 不要是美国人跟我没关系啦 造成这样子 对岸家属当然不开心啊 对岸家属不开心之后 他当然会往上 跟他们的政府要求说 必须给个交代嘛 给个交代之后 本毕临跟我们自己台湾讲说 我们有最大的善意 然后要让他们可以彼此最大的成意跟开放态度 最大的成意是什么 每一天给一次签证嘛 我就问各位电视界 网路前观众朋友 假设今天是台湾人在大陆遇到的 不管是任何的事情 然后上市人民的 然后我们家属要去奔商 要去处理事情 然后老公跟你讲说 我们一天一签 这不是刁难什么事 你自己飞来飞去 你自己飞来飞去 或者你自己坐船 小船船自己过去 你每一天要回过来 你觉得民进党或台湾政府 我们会说什么 老共刁难 对我们只有没有友善没有善意 但这个时候你用同样方式 你对待对方家属 没有人道 不要把对方家属 上升成政治意识形态对立 他就是一个人道 就是希望好好处理他家人的事情 你还用政治意识形态去卡他 那你就不要怪说 为什么两岸永远都没有善意 因为民进党政府 不是对老共没善意而已 对于所有中国籍的人民 他们都没有善意 对在台湾的陆沛 他们也没有善意 这你就不要怪 为什么两岸到目前为止 还是兵凶站位 还是如此的冷冰冰 对台湾人如果没有绿色党政的 也没有善意 对的确 所以对人民有善意 最近好多政策 大家都觉得快被搞死的时候 所以最糟最糟 我真的是不想看到 我们那时候 我刚好在国外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 我真的很怕 再像培罗西事件又有什么个状况 但这一次两会登场 会是一个观察指标 当中谈话谈了什么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说 涉台的部分 他只就2023年的工作内容提到 围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 人家还在讲合作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这些协商的建言 举办各种基层治理论点 什么等等的 但是2024的主要任务 没有看到 然后再来李强 取消了这个总理记者会 不过他还是在工作报告上 提出了对台湾的看法 把以前讲到什么 和平统一这种字眼 好像不见了 对不对 现在大家看到只说 没有了和平统一 那在干嘛呢 他说坚持九二共识之外 维护中华民国的根本利益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这一次没有和平两个字 这是指标吗 然后再来 李强报告和平统一 没有了之后 如果会提醒什么 两岸互不隶属 再继续 蔡英文那个嘛 一边一国论 的这个来 这个议题来回应 那本来第16次协商 是准备在立法院 军案报告之后进行的 现在没有16次协商 双方这种 继续在互相嗆响的结果 是什么 王定领不是说吗 我很厉害 我们找美军 一起来协防 美军当然没有进到金门 这个所谓的大陆的内海 但是 美军分恩号驱逐舰 穿越了台湾海峡 搞不好 王定领说很开心 看吧 看吧 老美来帮我们了吗 当然立刻也就引起了 中共方面的反应 解放军东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说 这个分恩号 是公开炒作的行为 高度警戒 随时应对 威胁挑衅 两岸关系要走到什么地步 现在很难说 看了这一次大陆的两会里面 王滬林跟李强的说法 以及两会里面的一些委员们的提案 你真的叫心惊胆跳 我先谈政协会议 王滬林是现在大陆全国政协主席 你不能只看这一次 王滬林在政协会议里面的报告 里面没有什么谈到台湾的议题 这是很义乎寻常的 不谈才可怕 谈代表说还有意愿 要跟你好好的协商 不谈的话代表干嘛 不动口了 要动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方的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